第343集 俗话婉今儿算是遭了大罪 这是他平生第二次体验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的感觉 那第一次就是被送往罗叶 受尽了罗叶国君没日没夜的折磨和羞辱 当初他是靠着一口复仇之气活下来的 可是现在他却什么气都没有了 根本就再没有半点求生的意识 却偏偏死不了 回到文国公府 俗话婉被安排在念习院的一间厢房里 倒也没有受到磕带 白赫然还给他药丸止了他的牙疼 也不再流血 这一切都做完 就连墨宇都被赶去休息了 白赫然却没走 而是搬了把椅子坐在床榻边上 双臂抱在身前 面无表情地看着坐在榻上的人 俗话婉真是十分无奈 他问白赫然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承认当时寻死 是想在他心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可是我没有你说的那么龌龊 我没有想让他内疚 我只是舍不得他 也舍不得他忘了我 那种感觉你不懂 白赫然 你不会懂的 他点点头 我的确不懂 口口声声说爱一个人 却又对他极尽凌辱 变着法地祸害他 将他羞辱到在下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这就是你所谓的舍不得 这就是你所谓的感情 苏华婉 你这感情这两个字是有多深的误解 你这样做又跟那罗叶国君有什么区别 是没什么区别 苏华婉面上泛尽苦涩 舌头刚结上 还不是很好使 话能说明白 但发音有些不自然 好在也能把意思表达清楚 他告诉白赫然 我是恨过 那种恨就像是条虫子 不断地啃食我的心 渐渐地 把这些年的爱和思念 全都啃了个干净 剩下的就只是不公 对 不公 我落得那般下场 他却还是那个风度翩翩的李王殿下 这凭什么 苏华婉像是在回忆 也像是在发泄 不停地说着这些年 自己在罗叶遭遇的一切 不停地说着从前 他跟四皇子之间的情谊绵绵 也不停地说着自己的愤恨和委屈 不停地指责老天爷何其不公 可是说着说着却停住 一度扭曲的面孔渐渐平复下来 力气散尽 温外一人 白赫然看着他的样子 半上才到 这样的你 才是当年那个让四哥动心的苏家大小姐吧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是被仇恨充实了心神 在我把你从罗叶国君手里 要出来的那一刻 你就好好地跟着四哥 像现在这样 那么一切都会有不同的结局 他给苏华婉讲着另外一种称获 高山流水 秦涩和明 四哥还是那个四哥 你也还是从前那个苏家大小姐 至于你的仇 四哥自会替你报 甚至九哥和军墓里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而我不猜 既然被父皇母后收为义女 自然就不会坐视不理 甚至事实上 我都已经为你报了一半的仇 你想想那罗叶独一 想想那罗叶国君 我哪一步不是在为你讨公道 不是在为你这些年的遭遇泄愤 可是你还了什么给我 苏华婉 你后面这些所作所为 我只能送给你两个字 他看着她淡淡地道 愚蠢 苏华婉放声大哭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 一只小手搭上了她的肩 哭吧 把过去都哭出来 哭完了就把眼泪擦干 就像我在李王府说的那样 不要回头 从前的一切都与你再无干系了 我既救了你 就不会放弃你 但同时也会看着你 未来怎么活 想好还是不想好 都在你自己 好好想想 想好了就去找我 想不好就继续想 有的是时间 她从苏华婉的屋子里出来 天上还是没有月 也看不见星 院子里没点灯 黑乎乎的 但是她的夜幕很好 这样的黑暗蒙不了她的眼睛 就像苏华婉的心思 逃不出她的手掌心一样 她是不大懂得情爱之事 但是她会设身处地地去思考 比如说将四皇子换作君慕林 再将苏华婉换作她自己 这样一换就很清明了 因为她知道 即便自己落得苏华婉那般下场 经历过苏华婉所经历的那一切 她也不会如此对待君慕林 因为君慕林并没有对不起她 但是相反的 如果君慕林在这一场阴谋里 也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是筷子手之一 那么她也不会殷勤勿酬 会用最灵力的手段 把自己的仇给报了 至于苏华婉做的那些事 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个笑话 她要报仇 手段会残酷百倍 这一夜折腾到现在已至银时 再过半个多时辰天就要亮了 原本是想眯一会儿试一会儿 可终究是放不下心 无奈只好起身去了药屋里 抓药抹粉 混成液状 装进瓷瓶 正要将瓷瓶封口时 动作顿了顿 而后一声叹息 到底是用金针扎了自己的手指肚 往那瓶子里滴了十滴血进去 她叫醒莫语 吩咐其立即往李王府去一趟 将这瓶子里的药水给四殿下送去 同时也嘱咐道 一定让她当着你的面把药水喝了 并且咽下去 然后你看住她半个时辰 以防止她再用内力将药给逼出来 半个时辰后 她就是想吐药也没用了 到时你再回来便是 墨语点点头 二话不说 接了瓶子就走 世间之事很有趣 有时候你明明想达到一种效果 但却不得不用反其道而行的方式 用相反的方式 去将这种效果促进达成 就像她想救四皇子 想将那个人中之先从那样一种绝境中拉出来 不能直接拉 她不会出来的 她只能下手狠一点 再狠一点 狠到将她干脆打死 死了就能重生 像她一样 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世间之事也有很多意想不到 就比如说她一个独女 突然有一天要拿起金针救苦救难 成为别人口中的神医 成为那么多人心中的大安人 这事若是让前世白家的族人知道了 怕是要说她有辱门美 对不起白家承袭的独治医子 甚至肯定也会有人说 想行医救人 那你去一脉凤家好了 别站着白家家主的位置干凤家才会干的事情 她倒是想去凤家 如果不是她这一身繁祖的血脉 她就不会被推为家主 不是家主 她就有了更多的自由 同时也要少面对许许多多的麻烦 也许不是家主 她真的可以改头换面到凤家去生活 因为她向往那个家族 那里没有阴谋诡计 没有读到六亲不认的卑劣手段 可是没有那么多如果 一切也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 阿恒的飞机究竟为何会爆炸 直到现在都还是个谜 他们剩下的四个姐妹 曾经那么执着地寻找阿恒出事的真相 不管是凤家还是国家 他们都曾怀疑过 也都曾查探过 可惜知道她死 真相依然没有找到 但阿恒绝不是单纯的意外 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因为飞机残骸里搜出了炸弹的痕迹 定时炸弹 那是事先被人放进去的 但是安全检测却并没有检测出来 这是为什么 她不想睡了 干脆坐在院子里 借着东方已经泛白的天色 看起那本杂技 那是从下阳秋处得来的 写杂技的据说是个书生 已经中了举人 本来是想进京赶考的 却突发奇想 去了趟无岸海边游玩 结果就在那里 遇到了一位他口中的仙人 听了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 写下了这本杂技 从此以后 书生被当成是疯子 疯言疯语 再没人信 自然也不能去可考了 的确是够荒诞 白和然想 如果告诉这世间之人 重病不治 可以换心换肺 脑袋可以用刀切开 抽出淤血再缝合起来 继续生活 如果让武将们知道 有枪炮守雷 如果此时的天空上 有飞机飞过 地上有汽车在跑 是啊 所有人都会觉得 那是戏文里 才会有的事情 甚至戏文里 都发挥不出 这样的想象 可是那个书生却信了 因为他看到了神仙 他相信那个人 就是神仙 神仙说的肯定是对的 所以他将这些事情 写成了杂技 还在结尾处 发表了自己的一番感慨 但他还是被人 当成了疯子 因为没有证人 没有任何人 能证实他看到的 就是神仙 白赫然很想 把那个书生找到 杂技中提到了 吴暗海另一头 还有一片大陆 这也是超出了 人们认知之外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 吴暗海没有暗 那么突然有个人 说吴暗海不但有暗 而且在暗的另一头 还有一片大陆 还有跟东勤一样的国家 那不是疯子是什么 其实这就是个悖论 如果没有暗 那东勤这片大陆 又是什么 当然 他在意的不是有没有暗 如果对面那片大陆 仅仅是作为传说 或风景那么一提 他不会一直惦记着 真正让他放不下的 是杂技中 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那片大陆上 有一个叫做 姑墨的国家 那个叫姑墨的国家 有一位姓凤的皇后 如果只向初次 听到夏阳秋 提起那位皇后时 他不会如此上心 甚至他还曾想过 那有可能是凤家的祖辈人 可是杂技中所记载的事 却比夏阳秋 说得直观多了 枪弹炮火 后世先进的外科手术 这些都不算什么 最让他激动的是 杂技中还提到了 一个药房空间 虽然描述不是很详细 因为仙人也并没有 跟书生说得太具体 但是他注意到了 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书生说 仙人进入当的空间 是被那位皇后 用意念送进去的 眼前一暗一亮 人就换了个地方 药房里 门打不开 窗子出不去 隔窗往外看 看到的只有一片虚无 这让他想到了两个事 一是凤与恒生前 曾开了一间两层的药房 中药西药都有 但最出名的 还是他从部队里 拿出来的那些特供药品 以及药房二楼的 那间私人手术室 第二件事 是跟风轻轻有关的 五大家族中 只有补织一脉 传承着一个 十分奇妙的介子空间 这个空间 说它是实质 它也不是实质 说它是虚无的 它又有迹可循 它的传承 依靠的是 一粒种子的转移 上一任家族 会将一粒种子 置于眉心 濒临死亡之际再取出 转移到下一任家族的 眉心之中 稳固之后 便可直接使用 所以 风家每一任家族的眉心 都会有一个 米粒状的印记 只是因体质不同 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它记得 风轻轻的祖爷爷 眉心是蓝色的印记 而传到风轻轻 这里则是红色 很是好看 总之 补卖风家 自上古时期 某一任家族 掌握了那个空间以来 就代代传承 一直到金氏 终于传到了 风轻轻手里 而他们这几个姐妹 对那方空间的了解 便多是来源于 风轻轻 风轻轻曾说过 进入那方空间 靠的是意念 只要她意念一动 没心处的 传承之物 就会自动启发 然后眼前一黑一亮 人就完成了挪移 置身于空间之内了 那种过程 以及空间四周的虚无景象 跟杂技中描述的 简直一模一样 以至于白赫染的怀疑 是不是阿恒 跟轻轻一起 来到了这个时代 药房跟介子空间 合二为一了 可是很显然 并不是那样的 因为阿恒的 飞机爆炸之后 她跟风轻轻 还见过面 两人还为了探寻 阿恒的真正死因 一起潜入过 安全局的控制中心 可如果不是这样 那杂技中 所说的药房 又是怎么回事 特别是杂技里 书生还提到了一个词汇 杂技上写的是 皇后治病 会用到一种 叫做书液的手段 我不知道什么是书液 神仙说不明白 我也听不太懂 想来 五岸海对面的人们 过着跟我们 不同的生活吧 她琢磨了一会儿 觉得根据发音 这两个字 应该是书液 古代是不可能 有书液的 所以那药房的主人 也就是那位姓凤的皇后 应该是跟她一样 是一位来自后世的穿越者 白赫然愈发地怀疑 那个人就是凤与衡 可是天高海阔 她该如何见到她 杂技中记载着的那位神仙 什么时候还会降临呢 可不可以降临到她的面前 她一定要好好问问 关于那个叫公墨的国家 关于那位姓凤的皇后 白赫然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她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 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睡着时 那本杂技还紧紧握在手里 像是一件质宝 谁也不能与她抢夺 她这头倒是睡得香 却不知 九皇子君墓储 从李王府离开之后 却度过了一个 极其煎熬的夜晚 原因只有一个 她回府之后 见到白珍珍了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老神医夏阳秋 老朽在这里祝大家 吃麻麻香 身体倍儿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